这个生地黄 现在呢 这名往往就简称生地 简称生地 这个黄字可以不要 这个 因为这个是地黄这种植物的快根 这个快根挖起来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从地下把那个繁树挖起来 新鲜的时候呢 把它切开 里面呢是带有一点黄色 一点黄色 所以这个帝黄的黄就这样来的 那么晒干了以后呢 它的黄色不明显了 有的甚至完全是 那么这个 帝黄这个命名 按照古代的一些文献的记载呢 那么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质量很沉重的 挖起来比较坚实 很重的 如果在水里面清洗的时候 沉在最下面的质量最好 它是用这个天地人 来分这个轻重 比如说这个 晒干了以后 在洗的过程当中 有的就浮在上面的 那么就相当于在上的是天 那么这种帝黄呢 可能这种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帝黄是与这个来源有关 所以不是昨天讲那个 是黄色的土地那个意思 他用天地人来分 帝的是最重的 质量是最佳的 这个帝黄呢 这个祖产区主要是在河南 但河南呢 过去称为淮庆 所以有的把它叫做怀生帝 怀帝黄 是河南的道地药品之一 这个生帝黄 这个生 在古代和现代呢 它的含义 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在古代指的这个生帝呢 就是新鲜的帝黄 指的鲜品 因为古代的帝黄呢 它有甘鲜之分 一个是地里面采挖起来 或者也可以保存相当一段时间 用鲜的 一个是晒干了以后用 晒干了的叫甘帝黄 没有晒干的叫生帝黄 这个生活甘相对 那么后来因为有了俗帝黄 唐宋以后 尤其宋代以后有了俗帝黄 那么这个生呢 就是和俗相对了 俗帝就是我们今后补学药要学的了 如果我们现在还要用新鲜的 那就要写明是先帝黄 这个是这个字面上 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这个生帝黄呢 是很常用的一个亲人良学药 所以它的基本功效 亲人良学 这个亲人良学呢 我们刚才讲它的主制 一是这个温热病热入云学 二是学人旺行 生帝黄在这两个方面 都是很重要的 很常用 很常用 因为它要远丰富 价廉无美 清人良学作用比较好 那么对于温热病 在云粪阶段 温热病在云粪阶段 生帝黄第一 可以良学 第二可以养阴生精 因为在云粪阶段 之所以没细手 也有口壳 虽然饮水不多 但是这个也是 伤阴的一种表现 尤其是没细手 那么它发挥了这个 最基本的良学和养阴 两大作用 那么再配武器 亲人解毒 或者亲人泄火的药物 比如说清云汤 就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么到了血分阶段 就斑针显禄 出血比较明显 那么生帝黄除了良学 养阴 因为同样有伤阴 有血热 而且它还发挥了 止血的作用 那么对于血分 就有三个 相应的 有关的功效了 那么在这时候 因为出血以后就有瘀血 所以常常就配武活血化瘀 当然还需要配武亲人解毒 比如说过去的西角地黄汤 现在叫解毒地黄汤 那么就用这个西角 或者水牛角 来亲人解毒 那么加上这个牡丹皮 或者磁烧药 来活血化瘀 所以在云分和血分阶段 那么对生帝黄 它本身 它的临床毅力 有微妙的区别 因为在云分阶段 单针引线 没有明显的出血 所以子学这个关系 并不重要 不自己 那么到了血分阶段 这子学就成为了 一个针对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功效 所以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要考核大家 这个在治疗温热病的 云分不同阶段 那么生帝黄发挥了哪些 有针对性的治疗作用 像这一类的选择题 难度就是比较高的了 那不但你要对中药的功效 要很熟悉 那么对于这个 主治症的这个病因病基 也要分析得非常准确 那么这个药物 怎样来针对这个 主治症的这个病因病基 那么你才能够准确地选出 这样的这个正确的选项 这个答案才会正确 所以在治疗这个云分 比如说青云汤 血分 如像洗脚地黄汤 洗脚地黄汤 只不过在洗脚呢 是不允许使用了 现在改为水牛角 我们后面要讲 就叫根据卫生部的文件 就叫解读地黄汤 那么学人忘形 生地黄既能凉学 又能止学 所以对于学人忘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药 所以这个重要性 不亚于我们今后 良学止学药那一节 学的那十来种药 可能比那些药 使用的频率都要高 而且作用都要可靠 都要可靠 所以是个重要的良学止学药 但是在很多这个中药著作上 对地黄的止学的功效 肯定不够 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很多中药书 包括一些这个教科书里面 在生地黄的功效里面 在功效这个行下 没有止学而至 把这个止学呢 放在了这个用于学人忘形 本品能够亲日良学 又能止学 这个就讲得比较清楚的了 有的比较含混 就是对于学人忘形 本品可以良学止学 有的呢 甚至是良学以止学 把它作为一个见解效果 通过亲日良学 达到了缓解除学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讲生地黄 他通过亲日良学 可以间接的缓解除学 可以缓解除学 有间接的止学效果 但生地黄又有很好的 直接的止学作用 但是这一点呢 在这个学术界 有一定的争议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这个争议还比较厉害 因为一部分人认为 中药不应该有止学的功效 止学就是 初学有它相应的病基 那么消除了病基 症状就缓解了 学人忘形 那么你亲日良学 他自然就止学 如果是瘀学组织 活学化瘀 自然就止学 如果说是你这个 一些虚寒性的 你温度 他自然就止学 所以就不承认有这个 对症的症状的 这个直接的止学效果 应该说 中药里面有 直接的止学作用 如果说前面的一种理论 完全成立 那是不是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亲日良学作用越强 或者亲日卸活作用越强 止学效果就最好 那么话语止学呢 活学话语作用最强 那么止学的效果就最好 因为它完全是因果关系了 我们前面学的三皇 在很多方面 黄年的亲日作用 比黄青好 那么为什么黄年 自古以来 没有说它有止学作用 初学生用的不多 当然不是没有用 作为辅助的药 黄青历来就肯定 它有止学的作用 也就是它本身就 客观存在了一个 直接的功效 那么今后学很多 化语止学药 很多破学药 比如说什么 水质盲虫 这一类 它不但不能止学 可能还会使出血加重 那么有的要的 活学化语的作用并不强 比如说像蒲黄啊 武林芝啊 这一类 它止学作用很明显 但化语作用很一般 所以它不是完全是因果关系 所以森帝黄呢 应该有直接的止学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书上呢 对这一点呢 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充分的肯定 所以在中间 加上了止学而至 也可以叫良学止学 因为这里重复了 所以就写了一个止学 所以它也是治疗学者 忘形的重要的一个药物 它的第三个功效 养阴 在大量的其他的 中药书上呢 叫做养阴生经 那么养阴生经呢 对于生地来说呢 是强调的重点 因为生地呢 很多是用于温热病 那么温热病呢 这些伤的是经验 常常出现口口 或者肠操便秘 那么生地皇人 用的最多呢 就是用了养胃婴 或者这个大肠的经验 增水行舟 治疗这个温热病当中的口口 或者消口 或者说肠操便秘 那么它发挥出来了养阴生经 或者生经脂壳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是 生地在养阴方面的 很重要的方面 经伤口壳 经伤口壳 但是生地的养阴 是广泛的 对于五脏六腑 它都可以表现出养阴作用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清补药 一个养阴药 所以我们这里说是 它用于经伤口壳 等阴虚症 加了一个等字 那么我们这里 只写两个养阴呢 是强调它的普遍性 广泛性 如果写养阴生经呢 就是突出了重点 但是使它的养阴的功效局限了 实际上我们今后学很多方计 我们知道 比如说天王补兴丹 里面加生地 那是兴阴虚 里面的生地是在养兴阴 白货固精汤 里面用生地 治治了肺阴虚 那是用它来养肺阴 像一贯间治了肝阴虚 那么是用它来养肝阴 当然在圣阴虚的方当中 那么比如说这个大补阴丸 这样的一些 都是用的生地皇 最早的时候 古代像这个 在这个最早六位帝皇丸的时候 开始还不一定有俗帝 那么往往也是用生地 那么也是治了圣阴虚 它能够补圣阴 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阴虚 生地都能用 它都是一个补阴的药 只不过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经商口口 表现为这个胃肠为主 尤其是温热病当中 所以一个是强调重点 一个是强调普遍性 那么大家可以的 也是能够评判 强调重点 那么便于记忆 强调普遍性呢 那么就一旦记住了 对这个药使用就更加准确 我认为呢 强调普遍性更好一些 所以这是两种表述方法 其实它有深刻的 内在思考 这是生地的 这个功效和组织的 主要的情况 那么这个药呢 这个比较支腻 所以使用注意里面呢 特别强调了这个 这个变糖腹泻 这方面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特殊的 一般的这个 良学药都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